近期有消费者向上海市消保委反映上海迪士尼乐园记卡补卡费过高 而在迪士尼美国总部补办卡片是不需要任何费用的 市消保委就此第一时间约谈上海迪士尼乐园 市消保委认为记卡补卡费应当合理设定 乐园方面提高记卡补卡费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不当牟利行为 但客观上加大了正常消费者的负担 上海迪士尼乐园方面表示 即日起仪式记卡的游客可以前往乐园外的游客服务中心 免费申请补办新卡 补办时需提供原池卡人的身份证元件 记卡原始收据和其他相关的个人信息 申请手续将于三天内完成